我们操作一下 然后开个电 工厂进电过来 现在会直视灯亮 先是会亮 然后把油磅的开关 打开这里 这个是电子法开关 电子法开关打开 电子法就工作了 然后我们这个压力 按这里 没有压力 没有压力的窗户 就是讯息灯亮 转到五十六是正常的工作压力 把这个几层松开 我们可以调模具 我们调上磨到下磨之间的缝隙 可以先点下去 点动 点动然后它碰到下磨能压下去好了 嗯 如果说不够的话就调这个 如果说行程不够的话就调这个 如果说行程不够的话就调这个 如果不够的话可以把这个弯压 弯压下去 这个是控制可以控制它速度下降 下降对模具的速度下降 就是它使频率吗 就是吧 对 我们来切一下 先切边上 让结成板 然后切一个就好了 然后按一下这个 没打错 没打错 没打错了